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施雅 入行前是香港网球代表隊的李施雅 因為參選港者而入行 入行後主要擔任體育節目的主持 早前參加了真人Show節目《不可能任務》 更被因選到特境的輪選組別 監製也有跟我們說是很辛苦的 這個拍攝 因為叫做不可能任務 即是正常人應該是很難可以完成到這個任務 他有說是體能方面很辛苦 我以前都說是運動員出身 小時候都做很多不同很辛苦的training 我打算雖然辛苦我應該頂到 但我想說你真是去親身試過這個特境輪選 你就知道是頂不到的 參加的藝人有五男三女 譚俊賢是隊長 大部分成員都有運動底 拍攝三天有跑步 負重和舉重的考核 能夠完成到的有多少人呢 基本上都完成不到的 每一個任務都很難完成到的 因為別人的考生是準備了一年 甚至更長時間去準備這個考核 但我們接到任務是兩個星期左右 真的不夠時間去訓練 我們有訓練 是超出了你所有身體的負荷 是我們八個藝人都硬用意志頂住 身體上已經是負荷不到的 如果你問我 有少許怕是最後那天的assault course 因為有機會會受傷會大一點 因為牆壁都挺高 我們又要琴牆 又要在牆壁跳下來 然後乘網爬上去 又要在乘網上過 那我是有點畏高 所以我對最後的task是有點害怕 但亦都是最開心的 在最後的task 因為其中一個任務是過猴子架 那也是令到阿Sir讚我的一部分 還有我最開心的是 那天志偉哥和警務處的一哥 都有來到現場 然後結束之後一哥走過來讚我 所以這令到我覺得很開心 一哥讚我 李仕雅可以說是贏在起跑線 小時候已經發掘了自己的天賦 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實現我的夢想 在我十四五歲那年 她就送了我去澳洲Tennis School 就去了蘇拉布娃教練那間學校那裡練 他們真的投放了很多資源去培訓我 讓我出去見識了很多 再回來香港 代表香港做全職運動員 後來李仕雅在家人的鼓勵下 參選了香港小姐 再之後加入了娛樂圈 當時都18歲了 我打了很多年網球 我亦都出去見識過 但去外國打了很多比賽 當時我就覺得 如果要打到世界頂級 是很難的 我在香港已經做到很頂級了 反而我想試試其他東西 但我很害怕 不是我性格的 參加香港者 我覺得 因為最難的部分 就是穿四寸高山鞋 我做運動員 都未穿過高山鞋 很難穿四寸高山鞋 走Catwalk 這是我最難的一部分 做藝人和做運動員很不同 不是說努力就會成功 做運動員 是比較在自己掌控之下 因為你很努力去練 練多點勤力 你就容易得到成績 但這一行就不是 很多因素會影響到你成不成功 當然 你很努力 很勤力 都是首要的因素 但亦都要看你的機遇 你又能否把握得到 我沒有後悔入行 首先 入行令到我見識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學多了很多 好像一個社會大學一樣 亦都令到我急速成長 做悲劇